大家好,我是凡凡 今天我们要做西红柿鸡蛋面 除了辣椒面以外,我们最喜欢吃 大家可以看到,它主要原材料就是西红柿跟鸡蛋 现在我们开始做西红柿,上面画一个实的馅 你烧开一锅水,把西红柿放进煮一下 这边再烧水,等着工夫,馅了一点葱花 放了有半分钟,这个皮已经开始起来了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就可以关火了 现在我们把那个热水倒掉 接一点冷水浸泡一下 太阳浸浸地,就这样剥下来了 现在你把它的根部去掉 就是稍微会碎一点小鸡 这里面我打了四个鸡蛋,我们稍微搁点盐,搅拌一下 油厚一点油 西红柿是已经开始抽水了 因为之前我们烫过的,没关系 一会儿还要加水 这个时候我们就是保持中火 把它盖上盖,然后呢,让它煮一小火 这个就是过了一分钟以后了,火有点开了 我们把它炒,担心它会巴皮 给它铲得稍微碎一点 中到小火,让它煮一小火 这个就是过了一分钟以后了 看这个西红柿都开始有点软了,变颜色了 现在呢,我们把它那个大块一点的西红柿 把它再剁碎一点 因为一会儿我们要做的是西红柿酱 还有你西红柿呢,要煮身稍微长一点 是因为你这样的话 你可以把西红柿的酸味稍微去掉一点 现在我们放些水进去 差不多三分之二锅的水 放上大火 再把刀关上 过了九分钟以后,水已经都完全开了 好,我们看看淀粉水 这是一勺的一小勺淀粉 现在放一点点的水 把它融开 墨鱼是为了让一会儿它打进去 让花朵朵飘起来一片一片 放进去粉水的时候 一定要确定这个锅是烧开的 这样 放进去以后一针是大火 这样子把它搅一下 现在那个火又开了 再打进去 你就这样,就像倒水一样的 把它倒进去好 然后你用铲子一定 搅一下底 防止鸡蛋它粘锅 这时候你就可以看到 这个鸡蛋一片状 非常的漂亮 这是我爷爷教我的 好,你看现在这个鸡蛋已经大片大片的飘起来了 浮起来了 说明它熟了 现在我们放一点盐 这个盐要稍微多一点 因为我放了很多个水进去 最后呢,你可以再放一点香油 如果没有的话也没有关系 一滴会感觉更香一点 把它再搅一下 因为我刚才放了盐进去 好,完成 好,西红柿鸡蛋卤已经做好了 现在我们开始准备煮面条 水开了以后 我们把面条下进去 然后我们搅一下 目的就是说怕面条会发锅 现在水开了 我们把盖打开 点一次水 然后再把盖盖上 好,它再次铺了 我们把火关了 关了以后 它水退下去以后 我们在这儿焖一分钟 就可以捞出来吃了 好,这是我们的面 已经煮好了 我放到了碗里 好,这就是我们夏天最喜欢吃的 西红柿鸡蛋面 见咯